欢迎大家收看今集的《祖着先机》 今次就是桂来的第39个回合 来着星期日1月21日跑了10场的沙田全草地赛事 赛桌的选用今次就是全阔的A跑道 因为今次有一级赛上衣 就是董事杯 场地方面选择多 有1,000米直路 跑到2,000米、1,600米都会有 另外也提提累累积多保 就是六保长 都有超过210多万的累积多保 除此之外就有退出马 分别就是四场六 退出的马就是结伴同行 保佑的白身之威近期经常跑 骑士就是叫笑礼 另外六场四就是碎诈退出 保佑的马就是望风披靡 骑士就是何宅耀的 至于今次赛事里面 也有遗数不少 松化兵就训练完之后 回到香港上阵 那边的情况又怎样 又来到松化动态的环节 近期试集就停不了 除了今早举行九组的松化试集之外 昨天沙田又有四组的泥地 明天又有跑马底试集 所以近期赛事频率之外 试集也相当多 说回今次的松化动态 今次选择了四只马 跟大家讲讲 有身有狗 先看看一些质身马 分别出自这四个不同的仓口 黎超声、苏惟炎、方家柏和何妍 先看何妍的马 这只叫做海船幸运 近镜这只409 他落地总共试了六个大集 初期这集 我特意抽个大集给大家看 11月17日 集里面的马脾气比较大 当天骑士试 骑士就是艾道娜 结果这只马都扰让了一段不短的时间 因为他作势起琴 太過猛烈的馬 不知為何這一組重化試襲 在集商中有這樣的行為 希望都是偶一 如果年輕馬養成這些習慣 有時不是一下子能夠改善得到 這些有待觀察 總之試襲就有點脾氣 第二隻是舊馬 就是綠色有料 這隻馬很久沒跟大家見面 因為它最近一次跑是六月份 相隔現在超過半年 看看那些神糟片短 重化的快跳 十二月初的時候 這隻馬是這樣的性格 這隻馬有點急 有點汗 偏向急勁一點 偏向流不到 這座算走得順 這個助手都操控得不錯 但這隻綠色有料 雖然它是一隻跑短途的馬 以往九丘都行 但我自己覺得這些馬有時 新鮮感太重 它太過重口 有時出來跑 可能會流放、會差一點 這隻馬不夠放鬆 未必跑得好 所以我對這隻綠色有料 這次出來的表現 有一點懷疑 有一點保留 另一隻 方家柏的側身馬 這隻叫做信心星 較早前也跟大家說說 這個馬柱有四隻側身的追捕馬 都逗留在重化 有兩隻跑了 一隻是連心星 就一般 一隻是人心星 那隻出來跑了第二 第三隻就是這隻 信心星 先看看重化快跳 前面 後面那隻未跑的 那隻叫做言心星 這隻信心星在前面 161 就少少比下去 你看它的出腳 前腳還是比較高一點 力度、勁勢 仍然不夠 落地總共試了三個大閘 三個大閘的表現 我覺得都是過得去 看到這些快跳 感覺上跟之前跑過的人心星 有少少分別 我覺得狀態不算太突出 先留意一下走勢 那最後一隻 就是愛心神區 這隻也算是半身半舊 它又不是跑得太多 看看選了幾個大閘 給大家看看 這隻馬的雜商就認真麻煩 特意選了三個大閘 你看它的起步如何 這一個是第一個試集 12月15日 二檔起步 出閘梁家俊試 已經是騎士試 好了,出閘慢 我打算是一次 就是先示範 出閘這麼慢 再看第二組集 12月28日 黎地試集 助手試 四檔起步 起步又是慢 雖然沒有試任何配備 但你見這樣起步的情況 如何推介給大家 還有一組 1月11日 草地試集 又試成怎樣 排過最外檔 已經試完配備了 起步繼續是慢 我覺得這隻愛心神駒 你看看它的雜商行為 確實真是一般 它一而再而三個萬集 再加上在操練上 有些失漏 9月份、10月份都曾經停過貨 所以種種那麼多問題之下 這隻愛心神駒 我相信出道來的表現 都未必會太好 健康又有隱憂 雜商又一般 所以總括來說 今次這四隻馬 我覺得進度和重化觀感 都不算太好 好了 今天的重化動態 跟大家先看到這裡 只要我選了一個馬房 就是希斯和方家柏 這兩個馬房 這次出馬的陣容都不錯 當然第二場這隻Fy5型 好像是順利一點 但其他希斯的馬 都真的挺厲害 還有一隻7號街運財 這次馬的操練上 有一點瑕疵 稍後再跟大家說過 另外方家柏 出馬就比較散 1、2、4場 接著第7場 開始打後都有馬 他的陣容都挺好 看看今次騎士 又選了哪兩位 今次可以用的騎士 相當多 由於可能都有大賽的關係 所以看上去 沒有一位騎士 跑足十場 選了這兩位 布文和田泰鱷 布文全部都是跑西林版馬 但那一手馬都不錯 很多都排中內蕩 我想競爭力都有 另一位是田泰鱷 我想高一點的馬就是安晴 還有陸續無限 還有一些黑白都在來 幸運星球都持續上名 所以這兩位 我覺得比起潘頓 更為之直博 看看賠率 合不合心水 至於騎士的試行 今次麥道朗會黑串一天 今次他跑八隻馬 當然主要就是 澳遊氣泡 跑董事杯 另外停賽騎士有一位 就是周俊樂 剛才提及了 希斯和方家柏 其實姚本輝這次都不錯 加上麥道朗 其實除此之外 我覺得希威心這次的坐騎也不錯 所以騎鏈軍勢 分佈上都挺軍勢 看看會怎樣 看看誰的手風會比較順 好,看看由頭場賽事看戲 第一場賽事是五班千二米 今次就用A欄競軸 有五匹馬 有三隻大帽子的狀態 六七八、十三和十四 四是隨臉枯 初戴眼罩 扎你沒有動 六是除了交叉鼻枯 眼罩扎你也沒有變 七是跑完離地 除了半掩防沙眼罩 出重戴眼罩 扎你也照舊 十號是除眼罩 交叉鼻枯和扎你也沒有變 十一是除眼罩 初戴頭罩扎你也沒有動 十二是除防沙眼罩 頭罩有 交叉鼻枯有 初戴半掩防沙眼罩 好,先看看這隻日日獎 它都是走多的 但其實這款馬的款式是不錯的 開始越來越剪裁出來了 我是怕,這款馬是爛騎的 還要被動 希望王志宏也能搞得好 好,跳了去看這隻三號馬的龍的風彩 一向的僵口都會差一點 所以留得比較短一點 它會有些人馬角力 所以這些馬可能要一些騎士 而且跑短途 會比中距離更好 會順一點 我看到它就想起極速騎兵了 好,接著看看這隻閃耀威龍 不過我覺得它的步 很散、很碎 好像力度可以再提升多一點 不過幸好北半球馬還有展望鏡 下草地就拍貨 鑽石寶寶、灰馬 而近鏡就是近期跑得不錯的一先生 一先生的全程都要比住 但相反鑽石寶寶就跑得輕鬆一點 好了,領航鑽旗 他當然有傷患了 上次跑完之後 連馬斯要求內規鏡檢驗大量血 這次不要了,交叉秘菇除了他 只是意圖紮利就任你肥子在這裡走 希望不要撐得那麼緊要 接著來就是世界彈王 賽前也試了一個閘 當時試的騎師就是賀冥蓮 當時潘頓請了假 所以他在中間位置大約第六位都跟跑 他沒有特別大力去逼他的 通常賀冥蓮試閘都會順著跟 一直都保持在這個位置回來 前面有一堆側身馬 外面營到爆 接下來星期三全來地跑 至於後面那些都脫開了 他就跑過第六 我覺得在這群馬裡 他都有寄望的這隻世界彈王 但外於這次排了這十檔 就真的都要希望駁位駁得好一點 無論跑、晨操、試襲 他這些水準都已經離開了 這隻是東風一號 早上跳他就不會戴眼罩試 走起來會比較柔軟 馬放得比較順一點、鬆蓉一點 但至今都是泥地的表現較好 這次跑沙田設草地 這隻八卦都是放在前面 但這次賽事 我又覺得對他沒有特別有利的條件 那你十四檔就趕他走 但其實這隻馬的色水和神態 是生了一點的 一對馬拍吊,一對馬都可以跑 內蘭順利取勝 過了他就大英才 大英才就有些健康的問題 順利取勝也是 前一次轉了倉 就發現有些異常呼吸升 是呀,之前的配備 接手三場 配備全部在這裡動來動去 好,接著起起離告 下場跑,我又覺得真的好像普普通通一樣 試一下轉配備,真的看看有沒有轉機 再來就蜜跑的超勁日子 始終都是年輕的馬 他會給我的感覺是活躍一些 他的狀態不是差的 近期開始的千二、跑馬底 都沒有輸那麼遠 即是不是很跌倒的那些馬 他這些年輕四歲跑 跑得健康,沒問題跑 接著就奮鬥控裁了 那些馬,我覺得狀態又真的挺聰明的 當然我也知道,他課課當然是短竿竹又捉迷 但是他維持那個水準都挺好 這些是非常難跑的馬 勝制正應 他不是沒有能力的 不過難處理 尤其是轉彎 排內檔都還好一點 排外檔通常都輪盡 好了,頭場的賽事 整場五班的千二,已熱身先 這場選得上手的馬就不是太多 我選這兩隻 龍的風彩和鑽石步步 龍的風彩,我想很多偉達的馬 都是僵口,有時比較敏感 所以他們排內檔會好一點 鑽石步步同樣都是 我看他的腳法不是很漂亮 鑼平衡差一點 所以我喜歡他跑大場沙田 會比菊草好 上次跑馬地他都上了名 我想他近期在松化拍跳 我記得走得都不錯 其他馬,領航傳奇 今早見他跳就比較急 整隻馬,汗濕比較多 另一隻就好像順利取症那些 我相信不過,健康出了一些問題 最初海賽的汗,開始都很緊 後來突然轉去尿康銘 但跑這幾次又不是很好 其實都不容易處理 我覺得這一組賽事 龍的風彩,什麼怡春火力 什麼盛制 有時報名牌的領檔 他就會幫到 龍的風彩的走規 你上次也看到 那隻極速奇兵都被他搞到這樣 另外,我就選了世界騰王 你說是否把握很強 我覺得是機會馬 你說把握是否真的很強 我都不敢說 有份多紅菜 就會帶著十四檔 八卦一起埋 那究竟裡面那堆馬會塞了 節省了還是怎樣 我都計不到 但世界騰王最大一個問題 就是他出閘時都慢 就是肯定會挖閘 或者遲緩一點 不過在落場的表現裡面 他經常性 無論你菊草什麼東西 他都肯有一點點追 希望今次碰到的祭雨 裡面有一點點阻礙地 他中間、中外檔這樣可以追 亦都希望A欄似乎真的有得追 狀態真的越來越好 所以選了這隻世界騰王 其他馬,臨場再看 頭上再試,都簡單研究過 休息一會 繼續看第二場 這組是四班千四 狀態好的馬真的不多 我覺得線路神話比較像樣 至於配備方面 五號初出的海船行運 眼罩、綁利、環形口、含鐵 另外超好運 經常都會試試不同的配件 除了臉孤炮 然後燈彈王子就重戴頭罩 除了綁利 先看聖益線 前面帶來很遠 後面就是上風泰 他近期都密密跑 但變化不太多 不斷不斷減分 希望落了班會有點不同 有個默道朗跑 線路神話 孤蜜倫這馬上次如何輸 輸得多遠 但我覺得他神操 他一向都很勤力 以兔擇利 試襲名刺後 但不差 這隻快快形 看他今早跳 這隻馬都比較好 他可能能力未必很高 但力度比之前稍好 有進展的馬 我自己會觀望一下 先記下他 好了 嘉飛凡 其實我很久都已經覺得他是這樣 出腳在黎超聲 又不適合腳 抬得很高 但他都幾肯走 神操裡面又狀態不差 這個是出腳問題 但上次這樣搞 真的很難搞 這隻就叫做海旋行運 集中在蟲化粗煉為主 他不是帶隻馬 看上去都是有些鋼條型的身形 試襲比較黏 試了有六個大閘 一出就千四 何言都很少 如果這樣計算 我寧願要這隻 一出跑千四 一出跑場千四 第六 接著再跑第三 我寧願要這隻馬 好像真的乖巧了一點 他都刻薄很大難度 好了 這隻經常都熱榜 前面二四二就是金會猩猩 近鏡就是碧海藍天 都最近跑了 金會猩猩上次嘗試千四 都追得不錯 拿了第三 那就穩定 十二神章 我覺得開始 他越來越放鬆到多一點 當然你只看馬頭和馬嘴 其實他有些頂得好像很繃緊 但我想他這些 你很難短期內有什麼變 星河小子 繼續帶著一隻扣女 通常他都是前面引領那隻 他就是四平八穩的馬 等你們出錯 因為他是放在前面 叫住虎線 身都OK 陽光燦爛 我一看下去 他好像有些薄身 有些頸 可能還是年輕 未太過掌成 這伙是從化落草地跳的 我想他都要給點時間 再看看這些快跳 埋尾 這伙是昨天早上的 步驟比較短促一些 還有勁勢 力度都不夠 我會不起勁的 智萊金是賣便的 他都是交叉鼻枯 紮莉這些配件 外面是龍剔風彩 順走的時候 他的薑殼好一點 一難搞 他就全身動 這隻大千世界 落到來都減了不少分 勝負距離就越來越接近 跑得多的馬身都開始見得漂亮一點 但我想他不會是一隻很厲害的馬 他好像很矮身一些 但他的榜頭又不小 再看看試集 有型有福 超好運 常常感恩 我剛才說線路神華 是尾三那一匹不差 看外面 木火兄弟試得很好 最初應該要試得好 那隻就是雄雲帝王 有型有福 無緣無故做了正選 下次又報了名 下次是勵地 超好運中間出來才是紫色衣服 我覺得這隻馬也是 你看他的步 他比你快而輕身一些 很快已經透出 而且薑口好了 木火同名 木火兄弟外面六三 三幾步撲上來 中間六三現在尾以 那隻線路神華都追 這隻超好運 台形獎項一點都不差 但落到長跑 我覺得暫時看來 就不像預期那麼厲害 跑馬地又輸 上次又說縮程直路 結果還差 好,燈膽王子 這隻馬多少磅 原來重了十三磅 原來 他個子比較小一點 都是吵吵賣賣 五班就好像實際一點 好,來到第二場的四班千四米 這組都較為是參差一點 先選兩隻馬 十四檔都要放下去 線路神華 這些馬其實在神速快跳 其實都聰明了很久 我們都說過 他在三班好像不夠跑 不夠對著三班的對手 輾轉下來四班 即使你說排入十四檔 但是這麼多這麼年輕的馬 隨時都夠用 試襲 似好後其實是追得勁的 另一隻十二神像 就持續都改善他的亂水的習慣 以往在神速 我覺得他很生很生的 但我記得印象之前的試襲 來地襲都追得挺好的 下場跑他都不頑 一次比一次進步 所以這隻十二神像 都是伏兵來的 另外的馬 就很多都有點似是而非 譬如好像超好運 剛才我說過了 快快形近期都很差 但是跳呢 我覺得他的馬力度好了 留意走勢 另外燈膽王子近期都不算太差 起碼不會繼續跌磅 比較細隻一點的馬 這次還重了十三磅 燈膽王子 有個漂亮檔 可能已經幫到很多了 不是很熱的話 就冷碗拖起來這些馬 我又是短中取長這樣解釋 我選一隻星河小志 第一上次跑得好像 不是那麼適合我自己的心水 這次放回田泰安上去 而對著一些大家好像 稱來稱去都 你都不是很厲害的 他又覺得你未必贏得完我 他是贏過馬 又會主動跑法 我覺得他放在前面走 他說真的 他沒有什麼特別大不同了 不過他維持隻馬 維持得挺好的 希望他可以頂得到 另外的馬 就是六號馬 那隻加州動員 就是這些這麼年輕的馬 你想想一隻三歲的馬 可以這麼快跑得好的 是跌了少許磅 不過我覺得隻馬 收斂僵好一點 那可以要 七號馬金匯星星 我有點害怕的 超級的 大家都覺得會 但問題是隻馬 小隻被馬運 上一次他一拿出去 其實隻馬一直耐閃 換了腳都耐閃 我怕他被馬壓住來跑會差一點 一號二號都要要的 這些冷門 好騎師 怎麼都放他下去 反過來想法 又是望都望他 隊進來 第二場賽事都研究過 接著下來第三場 這一組是三班千二米的短途賽 狀態有三隻大帽子的馬 就是高水準賽事 那兩隻 二號四號 還有一隻八號都合 好了 先看看這隻樂滿貫 又走過去跑谷跑 一隻大帽子 希望有些新鮮感 也好甚麼都好 但之前爆谷草是不行的 起步十萬的 現在你看 爆都沒辦法了 好像沒甚麼精神一樣 是呀 你看看這些人的氣勢 跟得鬥得 你說他是不是還可以再進步 再爽朗一些 那些暴頭輕快一些 我相信他可以的 但落到牆都不掉的人 一千又可以 上程又可以 一千轉千二 他是立即第二 接著就贏了 好了 佳二馬 其實這隻挺好馬的 不過最不好一樣 再跌二十磅 跌十八磅 上次這樣萬集都追 不過沒辦法 再看看 接著就佳應高昇 這些是今早的出跳 這些沒甚麼特別 輕書暴頭性質 因為較早前都拍了 那部拍攝也拍得不錯 這隻重十四磅 好了 再看看江南盛 還有一隻年年歡呼 其實就大家在這裡逛逛 我覺得江南盛有前景 年年歡呼 在這裡跑得那麼密 在這裡撞著撞著形勢 希望 這隻就是太陽拍檔 經常都覺得他好像是跑馬地馬 但近期他經常都跑沙田 走過落腳就不重 但我覺得神態上 他之前再銳利一些 他以前是比較厲害的 然而現在是報名的 好了 再看看一隻太陽星 外面 外面看看他 滿歡笑 都走得好 太陽星都應該是 這個班我覺得沒甚麼問題 不過就是再適應多些 收身靚一點就更好 以戰得勝 這些是沒甚麼壓力的 因為一開手 季初已經立即贏了 當時就贏了四班 他三班其實就不夠跑 這些我想都驗證很多 因為他跑得不少 即是幸運旅程 是的 好 接著看看這隻高晉明區 不過我想 長長都雙位數字 都似乎有時間搞 又是傳名馬 健康有一個問題 是的 好了 拍馬難追 這些可能年紀都有點大 七歲尾已經 跑落感覺上都有點退步 特別是衝刺力 比以前再短暫 比較短引一點 好 來到第三場 三班的千二米出馬 就不滿額 這組兩隻最強的馬 都要先選擇 二四氣勢 加應高升 一隻排內蕩 一隻排外蕩 不知哪隻取位會順利一點 但我想要過得到這兩關 不是那麼容易 特別那隻氣勢 你看他第一次出的時候 已經說 他這樣的形態 那麼頓 那麼重 他如果都贏得 你長追 這個氣勢 結果他都可以交到 應該有一個水準 落滿罐 很久沒有落過三班 但這一馬近期 我真的覺得幾沉下 尤其是見到他走圈 每一次出來的尾是很貼的 我自己不太喜歡這種形態 三木加二馬 報民剛才的彈集 出閘就順利 但走起來的馬都挺爽勁 希望現場看一看的馬身 不要太過銷售 或者有些削的感覺 這一點現場再補充 有時跑馬就 難滿都必定會有 看看怎樣撞到進來 你比對其他對手的時候 可能短中取長 可能會拖下這些馬 2號、4號 看看你喜歡哪隻多一點 我覺得兩隻馬的看法是這樣的 嘉應高星第一場贏馬 是等隻馬拿二達望空第二位 等隻馬拿好平衡 一來他就對腳有 上一次就原本在裡面 他都聰明了 再在裡面輸了 他很早已經被一馬拿出來 因為有時一些 這麼年輕的三歲馬 如果他被人壓著來跑 他可能真的會縮疾縮疾 差一點 他一早已經奔定出去 等隻馬全面這樣去衝 其實我覺得 你說轉彎是虧一點 但這樣可能對隻馬 在現階段來說是會好一點 不過氣勢是讓你看 他跛前了一格 而他被人壓著 他在裡面穿上來 當然我會覺得 他的鬥心會強一點 所以如果兩隻馬要強硬去比 就算磅位差七磅 我都會覺得氣勢會強一點 而且他是一隻一千上千二 已經跑得好的馬 看看你們到時怎樣去量度 或者到時哪個形勢會跑得好一點 第三場賽事都研究過 休息一會 回到第四場 四班一千米 三T頭關 先看看狀態指數表 只有球星跳得較好一點 其他很多都較普通 配備轉變 球星除了面箍 另外信心星首次上陣 環形口含鐵和綁利帶 有你有我初戴防沙眼罩 另外可愛身星初戴眼罩 先看這隻綠色有料 都是一隻九疏戰陣 今年初出的 他有很多問題 腿和關節都曾經做過手術 沒有了以前那麼厲害 早上這隻馬拉不住 C閘都試得不一般 即是你說 本身打底都是一隻 都應該不差的馬 但那時覺得應該贏得 或者表現得好一點 但那時都交不到 看看算了 這隻上次因應強敵退出了 兩隻熱門馬都臨集前 退出了 這個靈才一放到底 馬身仍然是漂亮的 這次還減了一些綁 還有馬房仰得好 是 中環精英 贏還贏 如果你說他真的很漂亮 我真的不敢苟同說真 頂到安又鬆又這樣那樣 我真的不敢後 我覺得這隻球星反而人家正正牢牢 他是一隻年輕的馬 從條件限制賽一路出來 跑對著舊馬都有板有硬 近期跟著翻了重發操練了一輪 有少許脫落的操練 就是因為跑完 上重發休息了兩個星期 我相信未必是健康的問題 這組集跟著前面的快馬 一路保持著第二、第三位左右 旁邊精算暴雪就跑了 星期三僅僅輸了 這隻球星都是持續進步的 我想他這一組都有些優勢 他對一隻應該挺好前景的馬 你看下去 人家整副的型格 重發 其實他跑完後 阿匡說了 休息兩星期讓他回 洗腦了 其實我不喜歡這些馬 轉場又縮程 洗腦了就好一點 這隻就危多福 一向都是小跳的馬 拍到也算厲害 有時行行彭複公園就算了 今年又不行 可能有些喘名的關係 去年博得多也未定 八心之威 這些又是馬上跑 但說真的 我覺得看外觀 他又真的不是很差 不過如果你再參與下去 就好像長長都是這樣 長長都說好 長長都不行 看看這些質身馬 這隻叫做信心星 同事有灰馬的鑽石寶寶 這一組集是一月十一 就是一個禮拜之前 當日很多組重發大閘 這組那隻寬少福星搶口 走掉了 結果順利贏了四五個馬位 而這隻信心星 就沿路第二 但你留意 他的前腳出步 這隻馬不是很開揚 而且感覺還是帶些拖泥帶水 有些蟲 之前跑了一些心星 那隻人心星第二 這隻我相信沒有那隻那麼好 好像抓得比較高一點 現在細圈就要扔長些薑誠給他 因為他都有這麼大件頭 有這麼長身 這隻馬的型格就不錯了 看看真的 噴不噴質素就撿得你了 這些光輝所願 我覺得我印象深刻的馬 因為它是蟲化冰 蟲化是一隻非常重口的馬 也是那些登山跑道 經常都拉不住那些馬 我覺得它要調校一下僵口 好 再看看它 現在在大跑道跳的時候 可能起步起得它順 那你便可以做到一個八百跳一分鐘 那它便盡量希望可以慢一點 讓馬可以操控得好一點 這隻黑白都是一些取勝邊緣的馬 馬是慢慢進步當中 它還可以再好力一點 但是或者這個水平 抽到外檔夠小也未定 這些已經幫到很多了 你對比是這隻 我一看下去就是短身 這隻馬是小隻 只有嘴巴 不斷死來 即是不懂得放鬆 要多給很多時間 如果這樣 好 看看這組試集 看看一隻靠近愛蘭的千杯競典 你看它試集就贏得到 同事很多馬都很新的 那些展覽馬 龍之輝 粉紅衫 中間有額孤一認住它 上部這些是 即是頑皮馬來 早上 那叫它贏得到 但我覺得它近尾有一課跳 那課單跳 我覺得它走得不太順 千杯競典 那些課集就OK了 可能又換到腳 感覺上就會利落一點 即是暢順一點 它出閘了一課一提 其實它不止一課是這樣 因為我覺得它根本就 隻馬太急 即是你變相左手頂得很重 都想不到出什麼腳 我已經只是不要那麼快 盡量耗到 兩課都以兔防沙紮理 反而這些跳得比較順一點 連連勝利 它又不是很進步 不過就保持一定的水平 你有些失的 它就在 近期兩場都是位置回來 平平穩穩 聰明就不是特別聰明 說錯了 看這隻就 好了 增強和一隻可愛新星 它已經轉了這個眼罩 之前又 起初新馬回來 我都喜歡的 但是馬急 有點癲癲的 開始下場跑 但是它跑一些 還跑一六五零 對前了回來就散了 好了 現在給它一段時間長一點 宿內跑一千 給它一個眼包 我覺得有一點新鮮感 衝擊到它 因為它作戰經驗都多 即是它還未行 但是它試過都追過 它用一些盲勁去跟你跑 鄭強又不用說話 這隻好看得好 又大隻 看這隻可愛新星 就比較容易認一點 神粗經常都有點行 就算用頭罩跳 它也有些偏向頂得緊一點 它又奇怪 之前它較早前去過重化 都幫不了它放鬆 始終都是心情緊張 好了 接著看這隻致敬區 9月4日 有前球節受傷事過 然後又休息一大輪 再做過 都好像圓圓圓的身形 來到第四場 四班一千米的直路賽 這組四班一千 感覺上都有點新鮮感 又不是說近期跑來跑去 都是那堆馬 都有一些側身馬 選擇一隻舊一點的 這隻球星 它不是跑很多 不過幾次都比我覺得 起碼準成 15號招落草地拍跳 都走得挺起勁的 還有那些街營高星跳 都是很好 所以這隻四號 我都看它高一點 另外的馬 就是二號領裁 我真的不太懂得選擇 有時都覺得它斷了攬 雖然看上去的身體還挺漂亮 有時跑幾次又不得 現在上次又得到 上次捉不到 今次我又不是很想追 另外三號都覺得 戀龍的馬 八號也是 光輝所願 不如選擇那隻黑白 而且地 可能這些比較定一點的馬 我們都會比較放心 當然 如果你這樣懲罰 那隻中環精英 問心說我都知道它是厲害的 但是一隻三歲 未淹的馬 這樣經常都留不住 我想它不止一貨 鬆了個鞍 這樣頂到已經 就是希望它未淹的馬 能夠穩定得到 就是葉滄雄有隻 電信龍驅 這些馬也是 最重要不要臨場發癲 但是它應該 即是港方拉又強 又贏到你脫落 又水晶酒杯 什麼健康快車 說這些全部東西 都是正面的 但是只是一隻三歲未淹的馬 我覺得有危險性高 那撞一下黑白 它轉彎賽都已經可以了 你說攝進去都跑到 省得適合 都已經都是這麼多 但是現在縮下來一千 就是對著你們這些年輕 它自己都是 但是它已經上過千二跑 有個十四檔 我覺得會幫到它多一點 另外四號馬的球星 又是洗了腦 它已經是作戰經驗 較為多一點的年輕馬 還有它的款本身是一隻不錯的馬 我覺得這隻都是可以留意的 至於可愛新星 又希望臨場不要那麼急 冷門三四名 你就撞一下它進去 它們排著個中檔 都希望可以靠近外難 可能會有利一點 第四場賽事都和大家研究過 休息一會 繼續回來第五場賽事 這一座四班千四米的路程 補糧局杯 狀態fit的馬一二加十四號 三匹馬的狀態較為醒神 配備改動只有十 陽光勇士 面箍頭罩有 錯大靠叉鼻箍 先看看這隻獅子跑得 其實這些馬都有備而來 它一路千四堆住 牠牠牠牠都不是差的 我又覺得你說變化那麼大 但是你說下班牠真的有些好處 好 看看這隻 說了整個月 善傳萬利 又試襲 埋變就是高氣派 綠綠地色衣 藍眼罩這隻善傳萬利 當時就潘名揮試 亦都因為潘頓 當時就不在香港 但是它都試得好 兩個大閘 面對著高分一點的馬 外面那隻當然厲害 標之銀河 時間簿前面 他都可以輕鬆按住 跑了個第三 我想這些擺明居馬 落班 接著又跑了這些杯賽 我想擺盤頓都是清晰的 再看看他自己單跳 基本上他維持隻馬 可以文教良搞這些中上年紀 年輕馬當然可以 中上年紀很起勁 整隻馬是很活躍的 真的很聰明 我自己一直都看著他怎樣跑 其實較早前在重化跳 感覺上隻馬穩定了 他穩定了就是跑肢 初初你看他跑直路 很厲害 現在隻馬的力度好 你看他走得直一點 開始逐步離了 上次一直被人頂在外面 好了 這隻就不同 他現在這樣就好像很鬆 但落場跑 就是上一次這樣 就很搶口 所以群驅跑和單隻跳 真的不同 這隻就沙漿金剛 都是一隻比較難預測的馬 他都有點像他的舅女 聚風雲 不是沒有能力 這些馬 但你怎知道他邊場 留得順 走得會不會有些鬥 名門望族 都是那些 好了 上次有傷患底 這隻又喘名 真是難搞 你一不喘就好像很厲害 接著一喘就 所以這些都是不可靠 接著就一對葉草航的馬 近鏡就是神殺金剛 而外面就是那隻黑白 兩隻都穿了一些彩衣 近鏡那隻神殺金剛 當然埋面黑白跳得會好些 這星期才會用眼罩 當然不想他流閘 好了 這隻就先到先得 上次不是跑了一個前列 很多人都會留意 跑來四大其實 即是你說前景可能好的 但是是不是這樣放大了 我不會 好 看市集 一對馬都有份跑 近愛蘭就是蕭瑤區 中間青綠色衣服 就是綠色有料 蕭瑤區反而這組合 贏得比較輕鬆 可能對手都不太厲害 你看速遞騎兵 在他後面超高分 但你看一隻馬上到 最後那幾步 他好像收得比較快 那隻速遞騎兵 轉了倉 現在去廖康銘那裡 蕭瑤區輕鬆 綠色有料 就困在馬林裡面 但這些馬以前試集很厲害 所以現在都覺得有些 即不是好像以前那麼好 我覺得它是清醒一點的 蕭瑤區 當然試集對著一些 裡面有些新一些的馬 還有它有條欄 但我看它用腳各樣東西都挺好 今季跑第四那場 那場馬全貼難得 這些也是有些質素能力的陽光勇士 但一直都搞不定 內閃、搶口、跳一下跳一下 樹尾 今季沒有翻過重化 但翻重化又怎樣 試集一量內閃 好了 再看看一隻電腦9號 外面那隻 都是很難可靠 其實這隻又是一些頗有潛質的馬來的 那你又要搞出閘 又要看他心情願不願意追 是的 即是這些有時突然間 他可能心情很漂亮 或者會掃光你的電腦9號 但你又不知道他哪一局 所以就難搞 你有時擺在這些3T的場口 你都不知道能否留著他 所以上次又慢閘 接著又剛才要考閘 好了 勇冠王子 他未夠柔身的 其實這些馬都應該可以慢慢再好一點 撈下去的步 伍味是展步很順著 要再留意他的後面快 好了 接著就有形有幅 後面 前面是太陽星 比較快腳的馬來的 有形有幅 近期落場跑 或者這些彈雜 他早段都好像要逼 要騎 以前都頗好速度的 好了 再看看一隻幸運星球 又是走入面 偉達那艘姜誠 踏下去又是走得挺漂亮的 無可否認 都是一隻四歲年輕 他都在進步的馬 出閘就搞定了 來到第五場 杯賽的場合 這組四班千四米 兩隻馬都是選內蕩馬線 線全萬里和幸運星球 幸運星球我相信跟頭場的龍的風彩都有點像 初期的僵口是比較麻煩的 但是後來跑下跑下 谷草又可以 然後留後也可以 跟前也可以 我想現階段這隻馬逐步穩定 抽到內蕩也有不錯的競爭力 線全萬里就擺明居馬 這些都是熱緊的 這樣都要跟著的 試襲一再試得好 單挑又厲害 其他馬就三 最不明就是這隻巴閉仔 這些馬其實有點像巴閉過 初期比較麻煩 亂一點的馬 但是現在的心情穩定了 沒有以前那麼多事情想 可能那些馬集中了 另外的馬 先到先得 看他上次跑 我相信他是一隻均速大步馬 再跑千四 我覺得他會嚴短 而另一隻陽光勇士 縱使有些能力 經常都會追近 但是我對於他的僵口、走規 我仍然覺得不是太好 先到先得 我想還有一件事 就是上一次在沙圈 又是攪攪鎮之類的 不是,跑千四 第一次出賽三歲馬 都已經跑第四 但是那組馬 贏的那兩隻是厲害的 大數據也好 還有羅庫泉那隻 那組馬是完全離開跟前的 但是輸給他的馬 加州動員衝得厲害 但是加州動員非常小 但是他其實叫做攬住 OK,他都不差 但是裡面那兩隻馬 一隻九雲 一隻是一舖中橫 所以我覺得你要小心再延度 那就選擇視傳萬里 說了幾個月 好了,我們說 都有九個禮拜時間 即是他相對上一節上陣 是九個禮拜時間 好了,你再看看他61分 61分再對上 那你跑千二 你要用多少時間 去部署這一場馬 我希望他真的搞得這麼漂亮 整副那個準備 兩個閘而來 又報這一組 希望他真的可以得心應手 想到、做到 這個才是最實際的 馬是真的好的 其他臨場再看 第五場賽事 都簡單研究過 接下來第六場 第六場又是四班千二米 都是一些新舊運戰 這組我覺得都是保安威較為好一點 其他都是平均 配備轉變就增強 初次用環營口含鐵 望風批味就後備補出來 靠差避孤 除了綁利帶 另外烈火寶馬 也是第一次跑 眼罩、綁利、環營口含鐵 然後數下去 擅存香港 除了靠差避孤 大英才就初次綁利 先看這隻成好運 上次贏得都算OK 但我經常都覺得 這馬的腳法 又不算太利落那些馬 這次是再跌些綁藍望馬 身都OK 現場再看真點 短了 小隻他開步 不過上次跑得很適合去贏 好了 成中勇士 北半球馬 我又不太喜歡他那種開步 他就好像呆板一些 出賽兩場都有獎金 但你怎麼及這隻 我真的覺得不及這隻馬的腳法 這隻馬這隻馬 是親集都試得好 這個增強 例集和一個草地集 一放到底 很熟的馬 我當然覺得他的力度 可以再增強一些 或者這個款式也夠殺呢 兩個閘真的可以 好了 望峰披靡 跟剛才增強的比 差200磅 尤其前腳都不太開 仍是較緊一滴 有反應就立即又拼尾 好了 接著這些就不明物體 叫做烈火寶馬 都好像不一般 對 無謂傑的馬 這組集都叫做前一點 你看回它之前那些閘 連出閘都不行 這隻烈火寶馬 有些重大晚閘 比較低些 弱些水準的市集 最後都要折 都要騎 都未到百領 200已經不多了 暫時都普通些 其實中間都很多很普通的馬 暫時都 數這一組馬裏面 這隻烈火寶馬 剛才市集回來都堆了 貫注力都未夠 眼罩、扎尼都已經有了 可以再游身一些 不要說頂得那麼行 一條頸 順便會好些 這隻常常感恩 台形都不差 但它如果可以再撞身一些 就更加好 上次行圈的馬不夠定 神操它可以的 但出來多人 它就有些緊張 我想它很肯追馬 怎料下場不追 好了 平湖復星 我很早期都覺得這隻馬都很漂亮 然後試試很多東西 接著加眼罩 轉彎路程 給那些馬回氣 它真的逐步逐步適應得到 好了 一對馬 江南城就賣便 外面那隻有型人 就是一些搶口馬來的 經常都會拍下跳 江南城就有些能力 不過可能那些側身馬就有些反覆 一出都已經上到名 視覺心率不正 我記得它很早期的時候 好了 善傳萬里有有 又善傳香港 神操以兔 紮尼 交叉被枯都有的 但是落場跑 就交叉被枯 除了它 我想都盡量走 希望能留得到 要 這隻高氣派 也有些傷患 上次弄傷了 不是大問題 但我不喜歡 經常都說這些馬 很喜歡低頭條 我覺得這些馬很難騎 善名也好 吳善又特別勁 這些是軟鱷二位 看看試行不行 大英才 賣便 外面那隻星龍駒 大家都要留意 試親集都試得挺好的 不過這隻大英才上次跑完之後 又有氣管來 大量血 是的 這隻是保安威 反而現在都算穩定一點 初初比較亂碎一點 但它有些心勁、有些蠻力 經常都很肯和你追 上次跑馬地都不錯 希望馬房可以再醒一點 勝利神區 有時就是一組裡面不強的馬 當然有頭四名分 其實我不覺得它很特別 不過就叫做上次贏 馬房都養得好 又是偉達的馬牌內蕩 龍城強將在裡面 更怕是楊威四方 這些馬其實它不是特別很厲害 又有些重厚 所以排內蕩就幫到一點 選得上手的馬就不算太多 幾隻偉達的內蕩馬都選了 不只在這隻 龍城強將都拿起來了 尤其是這些馬對於它們 就是容易一些處理 你看它之前輸 排外蕩 一轉彎 一轉彎 跑鑽石複杖 跑那隻真感 不是它哪有第二 那是真感 真的是它 即是落力 跟你騎到每一步 這些馬我覺得 扔出大外蕩 有得跟你折一下 其他的馬 就二號成中勇士 大家要小心 因為上次它輸 是一隻 有些意外之下落敗的 我記得它當日 有一隻馬老虎跳 影響了它 它蹲得很後 結果就不為以慎 回來輸得 即好像不是很夠競爭力 但我覺得輸一些意外 所以這隻馬要小心 至於乘好運 就要留意一下馬身體重 始終贏完 都是跌了一些榜 這種馬乘好運 就是這樣贏 但你現在是一隻 都很年輕 而是比較過子 會小一點的馬 這樣跌榜 加到133磅 沒有了一條難 預計沒有難 你排了九檔 我覺得 不能夠過分放大 它是贏金榜之星 都厲害 是 但它都跑得挺對 而那場馬 它都用了一些力 我覺得這個要小心 因為它會聚熱 然後數來數去 其實大家都不是很特別 我覺得 縱使3號這隻增強 其實它很早期 不是很早做事 然後做了一陣 一量量量 然後不行 有前提接受的手術 然後停了一輪 然後就開始做 由以往 可能這隻馬大隻 一起力 它就來了 就把耳套 讓那隻馬可以定一點 接著很快已經可以脫掉 耳套 接著就開始順了 很定的 你看完人家 再試襲轉彎 接著直路襲 每樣用腳 全部都適合 只有兩個雜物當然不夠 但我覺得你們也不是很擅長 這隻馬應該不會很熱 而且看獎項漂亮得瘋了 我很喜歡這隻馬 那就看看有沒有機會一出即勝 第六場賽事 都跟大家研究過 休息一會 好,繼續回到第七場賽事 全日的氣污所在 董事杯 三冠大賽的頭關賽事 一級賽 看完狀態指數表 當然大家都好碼 都是fit碼多 一號的加州星球 整個面枯上去試試 初大 另外澤利沒有動過 好,先看看他跳 復課之後都是四課左右 我想總共跳 你說是否威勢上 可以再強一點 我覺得是的 但是輕柔基礎功夫 上次才開始做 這次承接到繼續做 好,看大集 三隻馬這次有份跑 中間藍帽白衣有十二神像 在外面有衣神 包尾是澳遊氣泡 澳遊氣泡無顯東代士 當然出來跑就是麥道朗跑 我記得這隻馬對上兩次跑 我都落去沙圈看他走一圈 第一次出 明顯有些肥態 但也很近 上次收身又好一點 接著就跑了第二 希望今次試過大集 他可以更加輕鬆 這隻馬都挺厲害的 Eason就順根 十二神像都試得不錯 那些什麼上市魅力 十二神像 大家留意吧 好,這隻是澳遊氣泡 我這樣短根秤的話 因為他做過手術什麼 可以這樣出來跑 他真是厲害 這隻都越跑越入局的直線力山 同時有象王 當然兩隻馬試一千米都會嚴短一點 但你說姿態上比較 直線力山就軟勝那隻象王 人家直線力山就按住 一直跟著前面的馬 好,前面的馬退下來了 移出個中檔望空 輕輕一點點比著馬 持續上前 相反象王已經很早要省 他是省著來跟著你們 但我覺得馬不是很好如勢 好,再看看這隻直線力山 大家都知道 象王也好,直線力山也好 其實千六當然會嚴短 不過你們勢頭又不算很強 有些人比大賽硬拼過 神操就不容易操控 直線力山一向都是 這些落草地前天早上比較慢 收到號召 前面是象王,後面是飛象 這些都是輕鬆地跟跑 因為這裡是早段 是呀,起步 看看他怎樣跟法 好,接著看看是永遠美麗 好像我第一唸 就是潘頓不在,放假 他現在是喊道拿士 接著我想一下 不是,借馬好像上來 應該可以再很小一點 是否真的薄了用了 上一次,你說上一次都咬牙齒齒用 是吧,都不會說見不得、沒力就收慢 我覺得他的勢好像差一點 可能來到這個水平 衝到這個分數 或者差不多都未定 跳就都放鬆的 在形態上 當然收身落腳 他都沒有問題 硬硬挑剔而已 說真的,可能我自己也是 再看美麗同享 是你的年紀有點不同 他就去到七歲了 大的異樣就沒有 又加綁 上回來跟你跑平榜賽 這隻健康愉快 都是一隻相當厲害的馬 他最可惜的就是體質不是很強 如果他休息久一點就更加強 通常他密跑有時會失準 一千六他真的沒有贏過 跑過一次第二輸十次 好了,佳運賽 這些就厲害了 拉住,不停來 有時未必是好事 操練上面有瑕疵的操練程序 好了,第七場 這場一級賽的董事杯 三冠大賽的首冠 只有八隻馬跑隻 我就先選這兩隻 奧游氣泡和美麗同享 二號奧游氣泡 剛才也說過 我看著它有些轉變 希望這次跑了兩次 出來再試一個大閘 走圈可以新漂亮一點 我覺得它的野馬呼聲都很高 六號的美麗同享 我就是跟永遠美麗比較 一定比那隻永遠美麗 因為大家都會憧憬年輕 潘頓 但說真的 美麗同享今年跟你 即短兵相召之下 它是贏得利的 只是僅僅運氣輸了給你 所以如果有撤銷比掌 有賠率之下 我寧願投回六 美麗同享 至於其他馬直線力山 我相信真的會有些短 跑千六 尤其是現在跑開 下來跑一里 它不斷衝下去 會帶一些軍速 加州星球 我就不知道它是甚麼原因輸 這次加個面孤 都是好像薄薄下 不是那麼夠把握 我覺得有些馬 譬如永遠美麗 我覺得有可能是用得多了 但譬如相對美麗同享 美麗同享再跑完那場賽事裡 是跑多一場馬 所以永遠美麗有兩個大閘 但我覺得兩個大閘裡面 西頭可以再好一點 好 接著我們稱來稱去美麗 其實未必是他們 我覺得澳油氣泡 如果你想回整個進程 他當然都是一隻很級數的馬 又做過手術 你當他不夠 初出都已經第三 接著上一場賽事 非常有驚喜 他還是繼續有得上 你現在試襲這樣大墮後 轉彎輕描淡寫 接著跳內的馬 多好力 多厲害 一號馬不是不好 一號馬其實我覺得 第一場賽前贏有游泳 接著可能因應天氣問題 接著一直沒有游泳跑 上一次開始游泳跑 看看今次可以繼續承接到這個功夫 而轉個面枯 有些刺激新鮮感的時候 是不是真的可以交回到 季初的水準 我覺得二號、一號 我就會稱先 其他那些就臨場再看 第七場賽事都研究過 接著下來第八場 第八場是二班的二千米 評分區域相當特別 九十分至六十五分下限 即二、三班的混合賽 撞帶好的馬也有五隻 配備轉變博望波 近期都試了眼罩 今次還綁著利 另外家應全城除了眼罩 初戴半染防沙眼罩 很多馬的磅位 都加加減減很多 先走一號馬的邵哥儀 他都很少見面 多數都逗留在松化 快跳就保持水準 我覺得感覺就不是很多上落 好了 桃花運 當然我不是說一定 游泳一定一定贏 一定一定得 你要因應每個馬房 他慣性安排 又要留意那隻馬本身的體質是如何作決定 這隻勇猛神驅上次跑馬地又是突然間追得很厲害 較早前我覺得他好像跑多了 馬或是老了一點 結果上次跟馬房穿尾 喜倫勇 我嚇一跳 我看他穿上來 好像過得一樣 以為得膽笑 幸好原來得膽笑 好了,常併常用 再下草地 有教他換腳 我見助手勵地跳 所以馬是不同的 你浪費了那麼多時間 在苗禮得道 真是好東西 這個常併常用 這隻都厲害 安審 出道至今四次贏 三次 一次左 這些馬神操淡淡定 一試親閘 短途閘他都跟你追上來 我報了名字 左那次我吞下去 好了,接著就時時有餘 是不是有些招氣感重一點呢 都要因應一個年紀 我覺得他是招氣好了 很冷門的三、四名拖 你要計算十二棟 近期走圈 這隻馬都確實活躍一點 所以出來跑 他不是很脫節 亦都減了一些分數 因為他是一隻級數比較高的馬 下來這些班次跑 你知道一開閘就轉彎了 好了,二力滴滴 我再看清楚一點 其實他的款式都不差 我看過榜頭1035其實是低的 但他一點都不瘦 好了,接著看看一些重化試閘 中外檔就是楊光勇士 大家看看他直路如何跑 捱上去嗎 對,另外運出馬林是伯望波 伯望波是一隻狀態 一直都相當好的馬 不過我覺得他可能不夠這堆馬跑 你看他的跑馬地 經常都會衝得勁、衝得近 但就上不了名 這些試閘不斷 色種笑走過去 一打開就穿上來 至於楊光勇士 全程都是掛著修正的 因為怕會阻礙人 但他一直撇一路都衝 其實現在他以兔紮來跳 其實外地他也有紮過你 這隻馬刀 希望…我想他是因為去到那個位置 沒有甚麼 希望眼罩外地用也可以 差一點 紮過來,試一下看看行不行 這貨美麗在線扣得比較慢 上一貨15號招 那貨試得快 特意騎讓他走 那貨試得挺爽朗 給我的感覺精神一點 有些複數 即是否去到2000 我有個誠意 但1800 我覺得是有一點點落腳慢了 自然力 以這樣的年紀 以這樣的磅位 揹多少場重磅 他已經算厲害到問 不過就對著爬馬就難搞了 這些也是中心馬來的 木火兄弟 每次他好像不夠你跑 一會跟你死亂 總之一定會接近 前領又行 試襲後追也好 這隻木火兄弟越跑越漂亮 是呀 真是幾罪 那隻馬 再看路路繩 當然又是年紀問題 用都用得已經不少了 我想都要給個時間 再會 我還要排十四檔 好了 這些都是密白出來跑 加應傳承 一月份都跑到第三次了 現場見他收身還可以好一點 之前行圈 這些馬都要等他再接近一點 好了 接著就欣尼格 可能時間上有馬的進度未對 十三 街應傳承也好 欣尼格也好 那你的大賽真是沒辦法了 來到第八場 掛名就二班的二千米 其實這些分區對於 當然大家都明白 現在那個高班馬會比較少 所以分場有時抹得闊一點 分區多些馬報名 都是明白的 但是在於投注者角度來說 這些賽事其實是難搞的 因為很多馬的綁星星跌跌 以及預計的對手會完全不同 所以我覺得拆解都要花點時間 選一些當中的馬 常併常用和安審 這些一對馬都厲害到不得了 一隻在前面 一隻在後面 哪個場地跑到都不怕了吧 尤其是常併常用 上次你看現場行圈 我都說轉了艙 長長都跑得好人家 七歲了 說真的這隻馬真的很難得 很惹的馬房 當然另外的馬強 例如二 桃花雲 很準繩的馬 菊草又追 沙田又跟你倆上來 當然另一隻木科兄弟 神粥又是漂亮得交關的 當然嚴格去強調的話 剛才你所說的那兩隻 常併常用 安審 第一句問是哪個好質 當然是安審好質 這是已經入腦的概念 一隻這樣的年紀的馬 一隻四歲 一隻七歲 但常併常用交出來的表現 好像完全不像一隻七歲馬 所以有時的馬 如果早期的安排 或者教它用得到多些 可以令對著馬的發展 是真的差很遠很遠 我想這隻常併常用 已經是一隻最佳例子 強行去挑的 不是 都是贏千八 現在二千 都有這個挑剔的位置 但你落草地有成 各樣東西都做完了 行不行不行 都沒辦法了 這隻是密度浪跑的 他會找他來的 豪遊氣泡 另外就算安審 你都沒得不要了 還有選擇十一號的木火兄弟 你說在這組馬 健碩都有的 但他在大碼碼碼裏面 低分一點的 我想他真是最健碩的一隻 我想他真的還有一些潛藏 可以爆發出來的 看看他到時交得到多少 亦都排到這個漂亮檔 梁家俊適合跑的這隻馬 看看他的演出如何 八場賽事都研究過 又四一陣 繼續回來第九場的賽事 這一組亦都是較高班的賽事 二班千四米的路程 你看狀態的馬 真的相當多 配備改動了 四號馬的九五尺套 除了臂窟 交叉臂窟照帶 初戴臉窟 但神初好見他仍是戴臂窟 紅雲帝王 要守姜誠好些 才能夠順些 上一次也有得賴 真的被人夾到抽起 所以轉彎他就拼大外蕩、試襲 接著這隻就是的愛心 他的狀態是逐步回起當中 如果兩隻比較賽汗的馬 我覺得一號稍稍比這隻馬好一點 他應該還有些潛力 還未釋放了這個的愛心 挺厲害的 上季尾在沙田遷死那場 很厲害的的愛心 這一點要留意了 好了,美好世界 又是二套防沙澤利 我長期少看他 他真的很厲害 真是一隻很好的馬 養得好、訓練得好 接著就九五尺到 十五號早上 下來草地被韋達試 早段不快 但走順了 馬都開到的布頭 感覺上都很厲害的 狀態他就不是說差勁 想著千四你不戴 千六戴倒 戴倒就回不了尾 好了,看完這次集 飛鷹澳牆 還有美好世界中間 安寢 美以愛心神驅 在後面開始自然力量 留意那隻飛鷹澳牆 一些出腳 開頭我也不喜歡 這些馬里就是一個跑 最出的那隻 就是罩的那隻馬里 自己順走 不要在馬里 因為你不靈活 那他現在都是自己走 或者你留到包尾轉彎 大岸追 那你就OK了 安寢 現在鏡頭包尾紅衣 紫色就拖出去 腳還沒開 沒有換腳 到最後就飆上來了 愛心神驅就閹了 暑假有時間休息 是的 這隻飛鷹澳牆 初期我自己覺得 跟那隻164 神虎農居都有點相似 兩隻馬都好像不太出眾 不太好形格台形 越跑越勁 真的厲害 上次呢 這樣放得這麼慢 好,接著曾友 其實我覺得好像有些難跑 好像不是那麼容易贏 這個同狀態就不是掛勾 不過因為早上他真的厲害 這隻還是挺踴躍的 這隻武林密碼 內圈試感覺上都落腳很輕 神態是很舊的馬里 這次就終於抽回內蕩了 但A蘭會不會塞車 還是拿位都順呢 Eason 盛下去就好像他 差一點點而已 即是勢 勢頭好像不及 有級數的那些那麼厲害 平淡一點 走起來就 好,接著一對馬拍吊 在那邊是世界騰王 外面是愛心神區 這隻馬在松化的市集 每個集都萬集 加上有些傷患 被淹過,所以也有些停貨 那時我還未出賽前 我看他罵到這樣 所以你的尾閹真是難搞的 好,朗朗乾坤 這隻還有幾個底 我都不敢肯定 很厲害,很震撼又贏得 這隻厲害的歌上次都想偷襲 結果跑了第二 一絕的發揮部門 回來就靠攬 他都很神態 亦比以前乖了很多 不過就是二、三班的分別 還有一些馬 可能未必是二班 陸續無限 上次爆下去 我覺得有點失望 你看到方拉氣勢 嘉應高星當日怎樣 他回到松化 其實都照做 千四你怎麼算都不會有很大問題 是否上次揹了一個重磅 對於他來說有些阻礙 衝起上來 這次是大幅減磅 這些馬跳起來 腳發多爽朗利落 第九場二班千四米 一場相當精彩的對壘 因為很多側身當起 大家正在進步的馬 先選這一對 非英、澳場和武林密馬 尤其是武林密馬 我覺得這些馬 我喜歡它 寧願排內檔 因為不用留太後 十二檔、十四檔 通常都要包尾或尾椅 有時追不及 一檔A難會不會塞車 會的 但有時不怕得那麼多 上次我都提到豪然 外檔外檔 內檔又怕內檔 沒有怕得那麼多 有時喜歡馬的狀態 另外非英、澳場持續進步 這些馬跑下去越來越厲害 還有其他馬 好像九五尺度 上次其實處理有點奇怪 它快閘 但它又不想自己戴 對,它又跟寶羅城船 但結果效果出來不行 這次下來跑中逆禮 會不會搶回前走呢 搶回前走得順一點 它會跑高一點 這隻四 當然浪浪乾均這些 最大的不明就是換了人 希望稀威心 發揮之前田太安、墨道浪的水準 A難 不就是浪浪乾均 就是排名檔 我有點害怕 會在裡面溫 因為馬性上 它是要拼大外檔 就跑 他真的打橫跑 我想拆機只知道他做到幾足 轉彎扔出去 他贏了一種震撼感 真的很觸動 因為你開始想上季 他之前跑過1400 他完全不行 不知為何 因為1200包尾尾尾 他拼出去外面 就逢馬過馬過的 追得很厲害 而現在連1400米 他都攻陷到 接著你再看整天那手馬 希斯擺個陣 所以我說選了希斯 希斯不差的 當然其他馬 譬如武林密馬 上場哪有跑過 跑了進去 在那裡混來混去 都有藉口給自己 都OK的 他排名檔 希望不要被人塞 其他那些馬 因應有九五尺套在那裡 擺中逆例跑 然後你們上次嫌他放得不夠快 飛鷹奧牆在那裡 我覺得這場馬應該有足夠的馬走 看看他退下來的時候 能阻止什麼馬 第九場賽事 都研究過 接著下來第十場 看狀態指數表 三班1400 好狀態的馬都不少 有六隻拿到三隻的大母子 其他很多都是兩隻 好了 穿甲戰鷹 這隻馬上看看 上次突然爆了第二 但你看看他在神操的形態 我覺得他過部未算是很利落很厲害 有時薑可能敏感一點 我覺得很多來帶水 其實超過又爆了第二 星雲少爵 反而這隻不一樣 之前圓圓圓圓的 你看看一隻馬的毛水 都已經不同了 立立亮了 這隻明亮了 很明顯 至於這隻是今早跳的 金髮成勢 因為他從床化回來 但是形態仲剛才二的轉變 真的不多 他都來到六歲 感覺上好像每次都是差不多 我現在在找 每隻隻一隻二去比較 好,日營外面 我也覺得這隻狀態不差 但是有很多東西局限 因應腳法又不是那麼靈活 現在還要跑千二 千世還要跑得很漂亮 這隻上次銀騰 走圈沒有那麼大脾氣 馬上有些東西看 第一次出來走圈很吵 馬上吵得不得了 上次沒有,結果追了第三 好了,帳王 外面的,外面那隻是飛帳 起碼飛帳的健康 就先精神一點 又是這個八檔有些叛叮 好了,接著上次也謹慎 福國寶四班 今次升三班 比王志王落花火草地 也虧得快 對,末段也有二十二個症 感覺上這隻馬都爽朗 升班加程換配搭 要有很合理的分頭 以及要看到有得放的那些馬才行 好了,外面澳油氣泡 你看,大馬就是這樣 外面蓋人,夠大步纜 外面綠色好運 我看到神粗也有教他用腳 讓他用得好些,他有些進步 這隻就是健康之星 今年的表現有些反覆無常 有時就很好,有時就一般 那這些其實我覺得 跟我們在神粗見他的性格都差不多 他又不是很遠走 滿寬少,柏又有,落草地 甚麼東西他都有 那現在大家我想是在称那個能力上 他繼續衝擊三班,夠不夠贏 我想他都是不容易贏 希望跑得好些 鄭俊偉的馬都不差 這次看看 這隻天生救響就繼續出賽 拿經驗 步是扭得闊的 但感覺上就不算很純長 可以再柔軟一點 因為他一直都是整個避窟 以兔有的了,避窟 好了,安泰 你看一下賽後報告 上次都沒有,都不知道怎麼跑 不過這隻馬出閘快了 我今天過來,有時好看心情 紅中列馬,又放得這麼漂亮 馬的心情又要看,人的心情又要看 看不穿 這隻都很漂亮,風雲無事 上次都是Easy Win 升班當然面臨考驗 但他都越來越進步 好了,接著快樂奇兵 我覺得這隻馬的腳 好像開得很短促,很不整齊 要看看再有甚麼變化 倒下頭,又豎起尾 回到第十場,三班千四 都幾多很緊織的馬在一起對類 先選兩隻二和十三 都是自己有跟開的馬 十三,尤其是風雲無事 很漂亮的 另外其他馬神操 譬如你好像綠色好運 上次阻礙了,沒有跑過 前一次都追得好 但這些馬在神操的感覺 動作、走規都還未調得很正 不過期望那些馬有些質素 十四快樂奇兵 就是一隻比較麻煩 神操有點緊張 經常都要出大圈旗 有一招逃脫了 為甚麼逃脫 有馬過了便沒事 有馬過了 突然滲了負鏈 所以那招都有點擾讓 搞到亂些 另外銀騰的馬的情緒 一次比一次好 這些大家可以留意 多些現場行圈的情況 六十八分掛頭牌場合 你想想 八十至六十分 強了 就有個譜 我想大家自己都看得到 掛頭牌總要是穿甲戰英 穿甲戰英 我覺得因應上次 是我為你這樣放 而離開後追馬 鐵金剛被人阻 星雲少爵非常強 馬漂亮了 整隻馬的圓圓圓圓圓圓圓 還可以再修身 但是那天馬的毛髓已經 令到不得了 我覺得這就是明顯進步 我看不到這一組馬 有他這種進步空間的馬 暫時 所以我一定這隻閒頭 那你說捕捉形勢 不來 不來追 這個我完全沒有想過 另外就是十三號 那隻風圓武士 必須要合理賠率 駁運的話 因為始終星班家庭 這個會熱了很多 冷卻我要白 綠色好運 有福國寶這些 應該會留得順一點 因為它還有潛力 我看不到其他有什麼特別潛力的馬 看會不會看漏 十場賽事都研究過 看今期選了什麼馬 我就選了在你的頭 整天都已經奧有氣泡 我就選了這隻 第四場的球星 總共多次 接下來的賽事 安排在星期日 沙田有十場賽事進行 投場時間開跑就是1點 到時再跟大家分析 再見